你别看网上那么热闹 但80%以上 打拳的饭圈 营销号 一点小事争论不凶 毫无营养 就前几天 网信办出台了一个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主要就是针对 最近超级火的AIJC 生成式人工智能 你像百度的文心一言 国外那个拆的JPT 你输个什么东西进去 他都能精准地理解 并且 给你回答了 天文地理 法律历史会计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而且还能给你做PPT 做海报 做视频 写代码 写情书 写脚本 除了不能给你当对象 其他都可以 能写论文吗 简单 就前不久 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授 就发现 这一届的毕业生论文 写的那是相当的好 尤其是平常不来上课的 写的非常的好 就怀疑他们作弊或者抄袭 你查虫吧 虫幅率极低 放网上搜 也找不到任何证据 后来调查才发现 这帮人用的AIJC 这斯坦福教授直接懵逼了 还敢这样玩 于是马上推出了一个算法 专业延长 AIJC代写论文的 第一场AI大战 就此拉开序幕 可以说是算法领域的 巅峰对决了 说实话 我是被完全的震撼了 我可以用他写法律一件书 用他做法律检索 还可以让他给我写合同 他要我干嘛呢 我感觉我快要失业了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再再说回这个AIJC新规 很多人就来问我有什么想法 我细细观之 真的是大为震撼 要这样搞 我觉得国内的AIJC 可能真就要凉了 突然觉得我不用失业了 我们现在解读一下 首先有一条 第四条第四款 利用生成是人工智能 生成的内容 应当真实准确 我们乍一听 其实没啥毛病 我们问的问题 你总不能骗我吧 但是你帮我画幅画 你要保证真实准确 你帮我写个小说 真实准确 你帮我写一个 能让我老婆相信今晚夜不归宿的理由 这些都很难保证 本来就是杜撰的 这其实和它的底层技术逻辑有关系 它本身其实是一个语言模拟技术 被大量的数据信息进取 它自己通过一套模型 利用强大的算力 给你推演出一个你需要的答案 而不是简简单单 从知识库中拼送出结果 所以根本就没法保证百分之百是真的 就算你通过人工强行干预 以及速度增强 也只能提高准确概率 你像国外那个XGPT 也经常一本跟你的胡说八道 如果也这样合规 那我就要去碰词了 保准把它碰到破产 并且是否真实准确 很多情景下 它本身也没有客观的标准 它也不是说 你问它2加2等于几 它回答 4 还这么客观 而大部分其实都是很主观的 我就觉得你给我的理由 我老婆不信 到时候要跪磋一板赔钱 那就太强人所难了 估计没有哪一家能够合规 这显然也不是监管希望的 下一条第七条 听众者要对数据来源的真实准确客观 多样负责 那也没法玩了 你要知道 温计器的数据越多 这个AI就越聪明 越智能 越有意思 这数据它可就是石油 老美可以做出XGPT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全世界数据的收集和掌握 甚至他们都允许把各种出版物 喂给人工智能 我们肯定不行了 知识产权这一关 你就过不了 清权 就正如清华大学董院长说的 如果由于真实性 版权等问题 无法使用相关训练数据 将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而且从数据量上来看 本来国内可用的正经数据就不多 你别看网上那么热闹 但80%以上 打拳的饭圈 营销号 一点小事争论不凶 毫无营养 当然当然 也有的平台其实也是很好的 你们喜欢哪个 刨这些估计有价值的 满打满算 也就20% 所以说 你再他们去保证去担责 再去搂掉一大部分的数据来源 它也很难保证客观多样 那还是回家洗洗睡吧 当然了 对于一些撩骚的 不正经的 涉荒是暴力的问题 还是应该屏蔽的 下一条也挺凉的 第五条 内容生产者服务提供商 要承担该产品生成内容生产者的责任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说出去的话 你得负责 也不管你是从哪里学的 使用者 要是信了你的话 干了啥坏事 你卖菜刀的也跑不了 有点像 罗翔老师网上讲刑法 结果很多犯罪分子 贼爱看 拿来钻法律的漏洞 漏网时 把罗翔老师也供出来了 一块带走 你说 这压力多大 他们还敢给你提供内容吗 还有就是 第十六条 绝杀 就是提供者应该对生成的图片 视频等内容进行标识 本来使用者拿来 就是想提高效率 以假乱真的 你再标上 AI自动生成 我拿一个生成的PPT给老板 老板一看 挺会偷懒 没用心 重做 当然最关键的是 这扔在PPT图片上 视频上标个AI自动生成 这也太出戏了 其他的条款 我们就不一一解读了 总而言之 合规要求真的很严 当然了 前面咱们说的这么多 不代表监管不重要 监管真的是很重要 尤其是对于新鲜事物 但我个人理解 对于新东西吧 还是要给予一定的包容 给予一定的发展窗口期 划定底线进行监管 不能一棍子给打残了 我们不能再重蹈 英人的覆辙 1865年 英国在声势浩大 以捣毁机器 抵制新技术 为目标的卢德运动后 发布了红旗法案 要求一名 挥舞红色骑士的人 徒步行动在汽车的前面 以警示 车辆附近的行人和旁观者 现在看来多可笑 从而直接导致 作为工业革命测缘内的英国 错失成为汽车大国的机会 再说日本 移动互联网的鼻祖 二维码它发明的 社交网络也最早出现在日本 但因为日本人 过度的追求完美与安全 沉浸在互联网不安全的观念里 从而错失了 新经济新技术的发展良机 世界前20名的互联网巨头中 少有日本的踪影 还是让科学的归科学吧 发展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解决 关于这件事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我评论区留言 那你的脚本怎么样 这写的脚本真的是够问题 都会员 这写到我评论区号纽会